美国纽约时报网站7月18日刊登题为《担心还是高兴?多国领导人仔细思考特朗普可能的外交政策》的文章 作者是保罗·索尼 文章摘编如下 17日,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者们勾勒出一幅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图景 还愈发贴近前总统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 并进一步摒弃了共和党长期以来的某些观点 几个月来,世界各地的官员一直在评估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 布伊诺斯·埃利斯·利亚德和布达佩斯的领导员对他可能的回归表示欢迎 在伦敦、首尔和柏林 这可能会进一步考验人们对美国可靠性的信息 在墨西哥城和基辅 领导人似乎正在为潜在的动荡和进一步的关系断裂做准备 韩国正在加紧与华盛顿达成关于驻韩美军费用分摊的协议 如果特朗普上任 预计会邀请楼首尔支付更多费用 墨西哥正在研究如何保护数以百万计可能被美国驱逐出境的墨西哥公民 在乌克兰 领导人正努力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尽可能保持中立 同时争取其他西方盟友的支持 特朗普的海外盟友对自己的全球影响力感到更有信心 最近几周,特朗普在欧洲最坚定的盟友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穿梭于基辅 莫斯科,北京和华盛顿之间 把自己塑造成一名全球外交官 交涉乌克兰问题 他已在海湖庄园会见特朗普结束了自己的这一系列行程 而那些曾遭到特朗普攻击的国家已经开始采取防御态势 过河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者强调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但几乎没有提及乌克兰问题 过河党内部在乌克兰问题上已经存在分歧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在2020年总统大选后 向获胜的拜登表示祝贺 这激怒了特朗普 特朗普认为此举对他不忠 导致两人关系紧张 但此前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 两人关系密切 特朗普回归的可能性 预计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右翼政府 亚洲分析人士在评估共和党的意识形态时 也注意到了这位前总统个人性格的重要影响 天普大学日本分校政治学教授詹姆斯布朗说 关于如何与特朗普打交道 几乎有一套剧本可以尊学 从安倍的成功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真的 俄语奉承很奏效 在巴西 总统卢拉曾多次公开批评特朗普 分析人士认为 特朗普若当选可能会让巴西远离美国 至少在卢拉的领导下是这样 优优独播剧本公司 优独播剧本公司 绘独播剧本公司 优独播剧本公司